再来看到诈骗集团的手法推陈出新 层出不穷 玉里警分局与玉西地区农会就联合防诈机制 成功拦阻一起诈骗案 那么这个也保住了阳性老翁的百万老本 而现在开始是提令五倍劝的时候 那么警方也不敢掉以轻心 在这个双十廉价的前夕 是分别到辖区的各金融机构 来进行防诈骗宣导 82岁的阳性老翁又再度来到农会信用部 边讲电话边向行员表示要提领账户里的30万元 准备买车给电话那头 声称要来照顾他的女子 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行员还是立即报警 与警方联合劝阻成功保住农民的老本 对啊他现在他预要领30万之后 带个现金回去交给他 其实从今年8到9月间 听信诈骗集团的阳性老翁 三度来到绿西地区农会信用部 两次提领户头里的100万 以及最后一次要提领30万元 说信每次都被农会与警方联合劝阻 最后成功阻止了这一件高达230万元的诈骗案 你现在一直要领警方联合劝阻 我刚才要领警方联合劝阻 哪里是 你不是说有人要跟你照顾 对啊 那是什么状况 我能了解一下吗 对啊 他人是要来照顾啦 现在他要领车 他现在在那里上班了 他如果真的说要照顾你 他比较费的他也是会照顾啦 对吧 你不要想说 而葡道润的分局长温基兴 今天特别率领侦察队长黄成伟 侦察佐徐新邦 专程拜会预期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 并且共同班状表扬农会主任张静文 雇员余秀朱积极主诈 期盼透过公开感谢的方式来强化全民防杂意识 诈骗集团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陈出不穷 面对8号起跑的振兴五倍券发领作业 玉里警分局也不敢掉以轻心 双十节廉价前夕也分别在辖区各金融机构 超商邮局加强防诈骗的宣导 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记者石玉兰玉里正采访报导